我們靈的開放是可以練習到一個很隨意 隨意的意思不是很像我隨我自己的肉體的意言 而是隨著我的心學無神,即時有四面的能在 我怎樣知道呢? 就是當我為人祈禱的時候 如果那個人是很鬆很放鬆 是他即時會看到他,即刻反應 一按手下去就立即看到反應 這就是我們靈的開放 今次我們想去操練一點 怎樣能夠隨時靈的開放 靈的開放有兩種,一種是被動的 即是有人為你祈禱,又是你經歷 這種是被動的 被動不代表你為人祈禱,又有我開放 即是他會經歷到 這就是被動的 主動就是你自己在祈禱的時候 隨時靈一開放,立即神的靈,立即留在 神的能力留在 這件事當你做到的時候 你的靈就更加通用了 我想問大家在這方面有沒有問題 這方面我們都說過 但我只要做的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去到同樣的速度 我待會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為不同的祈禱以後 大家可以留意到分裂 大家可以操練為不同的祈禱 靈如何開放 可以看到分裂 即是看到一祈禱的時候 靈一擁有神 立即成靈臨在 就是你心靈的擁有神 基本上我們去短宣 有些是一日的 那這些短宣 第一,你做到處理生命 你又靈開放 那時候發覺裡面是 即是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那你已經可以釋放你 找手祈禱了 所以已經可以去下一步了 然後就是輔導 幫助人處理生命 那些你就可以做輔導 去幫助某些人的信仰 那這件事就已經可以大家提升 在短宣那裡即時發揮 這個就是我的下一步的目標 就是越多人能夠服侍 和為人祈禱 也都是小組都可以運作到 這個就是我想做的 那我們現在就試一下 操練一下學習 自己在座位都可以試一下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有沒有感受能力即可流過呢 這就是靈的開放 我一講 我已經全身有能力流過 和有喜樂流過 但是那個能力是從上以下進入 是的 無論你是從上以下 又從下而湧上都可以的 這個不要緊 總之有就是可以的 就是有的話 但是我明白如果我們領受的時候 是這樣的感覺 和意會到 但是到了我們帶服侍的時候 譬如說人不祝福的時候 有時會看對方的時候 可能要看人多或人少 譬如我們在大祖的時候 我們去祈禱的時候 我發覺如果人數多 或者那個團隊小組裡的人 願意開放又不容易進入 但是如果有一些 比較倉信一些 硬一些的 硬一些的 那就難一些進入 所以這個又要提他 幫他 就是幫助那個受助者 如何開放 但是首先我們自己開放 我用一個比喻說 就是有最容易經歷的 至到最難經歷的 最難經歷的 可以說什麼人會祈禱都經歷不了 因為譬如石心 有一個這樣的 spectrum 就是由低至高的一個 這樣的程度 好了 到了這裡的人 誰說要祈禱他都可能經歷到 問題就是 低一點 這裡的 那些 那些 靈很開通的 他就完經理了 靈很通 他就好像沒什麼經理了 這就是分別 就是在中間那裡 中間那些 但是在最強的 最容易通的 也在聖靈一高強的人 經歷也不同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他會進入一種高度的經歷 那也是在乎他的 他本身的開放程度 但是中道 以我們取代的時候 中道應該用什麼提升呢 是 從 享受神的裡面 開始讓他享受 然後再讓他的聖靈 充滿比較強烈 自然 因為我試過 我大約做的時候 剛才的Curve 我試過的 然後我就 叫他們放鬆 然後去嘗試 去享受一大淡的空氣 放鬆了之後 讓自己去感受 這個空氣對自己的烈處 然後他們慢慢覺得 好像鬆了 重淡 然後Curve 好像平穩了 連最差 或者最薄 那個 整體都會改變 氣氛 我覺得 如果我們帶領 進入一些 討好服飾之前 其實也有一個 我們 溫暖的時間 是不是這樣 溫暖時間 是在乎一個人的 有些人 就需要長的溫暖時間 有些人是不用溫暖時間 因為他跟神的零 雙團的程度 是即時即入的 這就是那個 開通的程度 而你先所說 就是 如何帶領整群人 有一種渴霧的心 這樣的時候 聖靈的流罪也會加強 就是當整群人 有一種渴霧的心的時候 就會很不同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